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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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完再班 下班 物價一直漲 就是薪水沒有漲 告訴你 過期好物別放過 保證讓你更好過 林哥說家裡一定有很多 那種過期的不管是食品 商品 對不對 平平灌灌的 對啊 有時候我覺得丟掉好可惜 然後再隔兩年他又過期更久 這跟家裡的衣櫥是嗎 對 你常常會捨不得 對 今天要講的就是 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然後我們常常被很多商家 百貨 週年慶 超市 什麼買一送一加一元 多一屆 你都好想 而且你看那話說199 299 399 這種感覺就一定要買 對 可是買多了儲存家裡 也是浪費地球資源 所以怎麼樣讓他非無在利用 今天要教一下上班族 有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這個要注意 沒錯 省的就是多賺 好 我們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省錢過生活有一套 珍亞啦 來吧 東西丟掉真的很浪費 在這個年代 物盡其用才是王道 歡迎珍亞啦 好 接下來下一位 最懂優雅生活的保養達人 Sam老師 中年慶的保養品是不是還剩很多呢 今天教你小鐵布 讓你過期品也是很好用的喔 歡迎珍老師 好 接下來下一位是我的偶像 她很了不起 告訴你生活如何好好過的家事達人 楊賢依老師 過期的東西不要隨便丟 今天教你怎麼樣再使用它唷 歡迎楊老師 接下來節省物資 也就是省錢 所以要請到 理財增加奪業力 過期品 可善運用 保證可以讓你一個月 多賺一千塊以上 省一千塊等於自己加薪耶 對 加薪不求人 不過居家的清潔用品 很容易過期對不對 對 對啊 那天團 先舉辦一下 你們最容易過期的東西是什麼 來 Jas 你是什麼 就是常常那個喜潤法乳 一堆都會過期 因為每次去那個藥狀店 對 每次家一元多一件 多一件 買一送一 買一送一 然後這味道很好 就馬上立馬買 然後每次逛一次 又多新的味道囉 這一定也要擁有的啊 然後家裡就一堆 真的耶 我常常就變去居人士買回家 就購物啊 拉拉拉 對 然後這樣 放的地方怎麼會有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 我也是 家裡廚藏是就 而且你知道我很喜歡留庫存 因為只要沒有庫存 我就沒有安全感 尤其是喜歡的味道 尤其看了明天過後之後 尤其意思 這個常常 這一定是常常的 所以這一定要的啊 所以洗髮精潤髮乳 千萬不要丟掉 那丟掉都是浪費 我跟你講 洗髮精跟潤髮乳 最好用的就是 可以拿來刷麻童 對 因為一般我們都會買那種噴劑 它可能很多化學藥劑 還有那個藍藍香有沒有 丟到那個水槽 會變藍色 哇 好珍奇喔 看藍色不會 他拿來洗澡 越洗越好 拿來洗藍藍香 因為沒做藍藍香 拿來那邊洗月洗 被服務沒菇秀了 全藍的 馬上變藍莓 過過輕點了 對 幾點點點 然後刷一刷 馬桶就清潔溜溜 而且還滾溜滾溜的 你都是這樣嗎 潤髮乳也可以用 對 我都是這樣 老師也是這樣嗎 對 我一個學生 我們叫他用那個 因為他很多人送他 也是洗潤髮乳 我就跟他說 洗髮精 潤潤滑乳 一起放在一起 他就有潤溜的效果的時候 洗馬桶 他第二個禮拜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 那個馬桶 而且完全不卡夠 對 因為我們用什麼酸 什麼去洗它的時候 會把我們馬桶旁邊的髮廊 有沒有 通通給弄壞掉 可是他有那種滋潤效果 他會慢慢慢慢 會把那個壞掉的部分 今天就去刷粉 對 他也會粉嫩粉嫩的 對 而且洗髮精 不是都是你喜歡的味道嗎 你可以準備一個小碟子 把洗髮精 倒在裡面 就是室內芳香劑 另外一個方法 對 這是一個聰明 對 過期的洗髮精 最適合拿來幹嘛 除了刷馬桶之外 最適合用來洗毛衣 因為它那個纖維洗毛衣 非常非常的適合 手洗嗎 對 用手浸泡方式 對 就當人洗精 對 就當人洗精 而且你只要用一點點的洗髮精 倒進去之後 然後你用手 就是把那個毛衣 戳揉 對 然後捏捏 戳揉一下 戳揉個兩三分鐘 也不用浸泡太久 然後洗完之後 你就覺得整個毛衣超香的 然後又不會太誇張 對 毛衣很難洗 就是你如果有過期的洗髮精 女生不是都有腮紅刷 眼影刷 常常要洗對不對 用洗髮精洗得超乾淨 因為洗髮精本身有去油的功能 我們的彩妝品不是都是油脂嗎 所以用那個洗洗得超乾淨 完全不用再去買清潔劑 買的是 那種清潔刷具的那個清潔劑 也一大堆過期的 所以就直接用洗髮精就好了 對啊 以後不要再亂買了 今天有很多問題 想要一一解答對不對 尋求答案 來 Yumi 妳來問一個 對 像我的話是 因為我很愛買牙膏 然後各式各樣 各種功效 各種口味都想買 對 而且買 而且那個收集 你知道還要去 比較特殊的藥 就藥妝店才買得到 然後變成說 我一次都買很多 妳這種是強迫症嗎 強迫症 每天 各種口味都要是不是 對啊 每天用不一樣 不是很開心 今天用草莓棉 用蘋果 妳是準備每天 準備啊 要男朋友水果大餐 沒有 每天都有吃 清完以後 妳今天用的是 很不辣口味的嗎 沒有啦 那個是阿伯啦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會啊 所以變成說 好多過期 太多了 對 牙膏太多 我覺得 好像一般家庭也會 對 但是客家人 絕對不可能 他會用那 用那夾子這樣夾到 夾子夾不算什麼 我還會用剪開來 剪刀剪開 還會這樣 我的梳妝才一大肩剪開 老師 我教妳 妳不要那麼麻煩 我跟妳說牙膏啊 妳可以把它打開對不對 對啊 妳可能用到快沒了 然後把裡面的空氣吹飽 甩一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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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整個往前 真的嗎 妳好用剪 真的 妳腦袋蠻清楚的吧 妳 但是一定要 而且妳甩得很乾淨喔 已經快空了 對 把它吹 吹蓬對不對 妳好愛是在家裡 誰偏眼鏡是不是 我覺得那個可以用得 非常乾淨 最後一段都結束了 老師妳知道這招嗎 對 吹嗎 吹氣 我們兩個人家 我們以前有 吹嗎 吹嗎 對 然後妳可能怕 就是妳刷的 妳會怕說有妳的口水 妳可以用手這樣汙住 又吹在妳的手上 就不會有口水進去 就跟以前 對 對 對 有沒有 對 對啊 汙住 而且牙膏妙用很多 像我們女生或男生 你們男生不是很愛戴銀飾嗎 可是銀飾會變黑 對不對 很難洗妳還要去買洗濾水 泡完溫泉更慘 對 但是牙膏超好用 有小撇步 我告訴妳 我告訴妳 當妳的銀飾變黑了之後 用牙膏去搓揉它 譬如說用布 一直用力的擦 因為它有研磨粒子 你用力的去擦 擦完之後 就這麼緊繩繩 哇 擦好多 然後如果說像妳這個裡面 有卡榫對不對 你可以用牙刷 不要的牙刷 然後用牙膏去沾 然後去刷它 像我們水龍頭上面 不是有很多水垢嗎 對 有的洗不掉對不對 洗不掉 用牙膏一樣刷 一樣清潔 真的像 超亮 還可以當鏡子照 對 牙膏我除了這樣方法以外 其實我不是用牙刷 我是用小塑膠袋 擠一點的牙膏 在塑膠袋裡面 一點點就好 然後把銀飾放進去 就搓塑膠袋就好 對 就可以 你比它更聰明 因為它後面是 搓到局部喔 老師 這沒那麼細囉 對 就是像鏈子的那種東西 你這樣搓就很乾淨 然後要沖水吧 要沖水 那其實牙膏 我還會把它拿來刷我們的磁磚 有時候我們浴室的磁磚 會發霉 會有水質 就是擠一點牙膏 就是不要的牙膏 我都把它擠到一個小瓶子裡面 然後不要的牙刷沾了它 就這樣刷它 很亮 很乾淨 然後那個磁磚 都很乾淨 它有去眉的效果 小文貝你來問一個 我常常弄過去就是肥皂 因為有很多藥中間 它有出那種各種水果口味的肥皂 你在那邊跟人家學什麼 真的 它會特價一塊只要十塊錢 然後十三塊一百塊那種 然後我就想要買個二十六塊 然後回去常用不完 你知道嗎 你要用圓就是圓 然後一塊一塊十三塊 然後又一百多塊 肥皂 這塊 一塊十元 然後十三塊一百元 然後就常常都買很多回去 然後就有時候會放過期 甚至然後有時候用一用那種太小塊 然後還不知道怎麼辦 肥皂的部分 這個通常也是一個問題 對 肥皂假如說你要看一般肥皂 過期的機會不多 所以放了四五年以上 對 要不然肥皂怎麼看 就是有時候會有水水的 就有點潮濕 上面有霉狀的話 那表示過期 那一般我們都覺得肥皂很棒 因為用肥皂洗澡的話 你還可以省一半的水費 那你那個沐浴爐 沐浴的話大概六十公升 那肥皂大概二十五到三十公升的水 為什麼呢 因為肥皂很容易沖洗得掉 那沐浴爐越洗就滑滑的 所以我們算過 大概肥皂洗澡 大概二十六到三十公升的水 那你用沐浴洗澡至少要花六十公升 對 所以你開始要買肥皂 用肥皂洗澡 那小塊的肥皂怎麼辦 我教你 這個是我們那個菜瓜布 就是用過的菜瓜布 你把它縫起來 然後裡面就可以放小香皂 小塊的肥皂 然後這個幹嘛用 就刷我們的洗碗 洗臉槽 我們的牆壁 那個浴室的牆壁 就不用再弄那種清潔 對 不用了 而且它本身的香皂就有香味有沒有 所以所有的清潔都靠這一塊 然後你那個肥皂還沒用完 用完了正好再補這個小塊的肥皂 就整個浴室就靠這個肥皂來清潔它 很聰明耶 對啊 那像我自己 沒有造型的 沒有設計感 像我自己是把肥皂放在車子裡面 因為我買的肥皂是香水的品牌 就比較貴一點 所以你剩下一點點的話 你會覺得很浪費 然後你要把它切開 你的頂位比較不一樣 不是啦 我就覺得它是香水的 它是香水的肥皂 所以你用它很小塊就很小嘛 不過你要先把它切開 然後拿一個小碗或小盤子 把它裝一裝 然後就放在車子下面 對 然後整個車子 因為它密密空間嘛 所以它整個車子裡面 都會有這個香水的味道 會很香 對 假如像老師的這種肥皂 小塊的話 我們把它切 切細一點 然後加一點點水 放微波 燉湯喔 有 太老公也不是這樣太平 微波燉湯不好吃 然後微波的方式 它就變得有點像那個吸手乳 你就可以拿它當吸手乳來使用 香香 真的喔 對 弄熱它就會溶解有沒有 它就變得像吸手 你就放到吸手乳瓶子 就可以壓得當吸手乳 那個時候買了很多很香的香皂 那覺得 唉唷 那麼漂亮捨不得拿來用 我把它放在那個內衣櫃 我們放內衣櫃 然後香皂 拆開來放得很香 香 過了一兩年了嘛 對 那個肥皂還是一體成型乾燥的 對 可是沒有香味了 對 那肥皂還有用嗎 還有清潔效果嗎 當然有用 清潔效果一定還是存在的 還是可以拿來洗 如果妳還有繼續有香味 要把它切開 對 裡面會繼續有香味 就會繼續有香味 這裡一群達人好專利 用刨刀把它刨一刨 好厲害 對 把表面刨掉 接下來要換另外的 化妝品的 女生最可怕的就是 百貨公司週年慶的時候 沒錯 不可以 而且很討厭是說 達到多少金額可以換禮券 對 而且是各大百貨公司 好像把這當成是主要戰場 對 而且很討厭都集中在那一陣子 年底的時候 對 老師幾次都在那個封佐縣那邊 就是預備 開賣的開頭 充的 那真的省很多嗎 那個時候打折 便宜好 我覺得是一個心理吧 一種心態 會買很多堆在家裡 但是如果過期丟掉 那就反而是浪梗 對 要怎麼樣廢物 有人亂買的話 就堆在那邊 等於是 see you next year 才可以看到它 來 咪咪妳來問一個 像我其實就是 會買很多香水 因為我覺得 我會對香味特別敏感 會很迷戀這個味道 然後那因為 可能香水我就 滿喜新厭舊的 就會很想買很多不同的味道 尤其在週年慶 因為它會 品牌不同品牌會出那種特別組合 然後就會有那種 一組裡面有好幾罐 那這樣其實因為我每天噴 那其實也不一定都噴得到 對啊 就想說不同場合噴一個 不一樣的果香啊 或花香這樣 可是其實真的一罐都噴不完 妳們不會固定一個味道 我不太會耶 妳們不會固定 因為我其實真的還滿喜新厭舊的 我覺得香味可以不同場合噴 對啊 那水過期了應該就揮花掉 沒什麼用了吧 不會不會 應該是 但是味道會變質 對 因為基本上香水它都是屬於真空式包裝 對 那很多人香水擺放的地方 會造成到過期的原因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有放在窗台邊 就會可以陽光直接照 就比較容易過期 比較容易壞掉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香水裡面 有沒有起一些水泡 水珠在裡面 如果有很多 表示說它已經有一點變質了 我跟老師一樣 我們都不愛香水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我們不愛香水 然後我們生日的時候 或者是有一些三節 還是免不了會收到這些很多香水 對 那香水過期怎麼辦 那有一些可以使用的地方 包括說像老師剛剛有提到 我就會把香水放在我的衣帽間 那其實你的衣服 然後你的襪子還是香香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其實 非常非常棒 大家都想像不到的香水的功能 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過期的香水 它其實可以去膠 現場表演給大家看 這是過期的香水 已經過期了 起碼有一年以上吧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過期的香水 噴一下 噴在化妝棉上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上面的這個手板上面呢 它有一些膠 對 那我就直接用 用這個香水 直接塗下 膠就沒了 膠是指什麼膠 白膠 白膠 對 可是就是說 如果你的膠呢 它是一個比較 黏稠性比較高的話 你的香水在化妝棉上面 噴的量就要比較多一點 然後你去的時候呢 可能要花的時間也比較久一點 所以其實香水 當酒精在用 對 它本來就是酒精 對 所以其實過期的香水 它還有滿多 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再來 那我也要問 因為其實週年慶的時候 我寫的是化妝水 週年慶的時候 通常我都會 就是一口氣買一年的粉 對 一年就會有春夏秋冬 然後每個組合裡面 都一定會有化妝水 然後我又覺得 一定是必需品的原因 是因為有什麼美白化妝水 然後或者是保濕 然後或者是什麼深層 或者是 就是抗痘 抗油之類的 對 然後有時候 甚至同事在介紹 一年當中 總會有同事說 最近性能痠還不錯 你要不要來用個什麼 最新最夯最流行的化妝水 平平公公買下來之後 就只有一張臉 其實就是 每天用也只有用一點點 其實一整年下來之後 就發現說 好多化妝水都過期了 就很困擾 但是又倒掉 或是什麼的 又覺得好可惜 對 真的很浪費 真的很浪費 所以我教她一個妙妝 合你來交交 眼影不只是眼影 竟然還可以這樣用 現唱 所以我教她一個妙妝 合你來交交 對 化妝水過期了 沒辦法噴自己的臉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可以噴別人的臉嗎 小孩 鏡子 你的第二張臉 因為我們一般化妝鏡子上面不是可能有粉 有污垢 可能有你的指紋 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就把我的化妝水給拿出來 然後直接噴灑在上面 噴完之後 你家裡有衛生紙就用衛生紙 用化妝棉就化妝棉 一般我們如果擦鏡子 是不是棉屑都會沾在上面 對 你看它完全不會有棉屑在上面 我擦一半給大家看 真的 完全不會有棉屑 天啊 好乾淨喔 對不對 超乾淨的跟下面別 這個滿好的 擦眼鏡也很好 對 擦眼鏡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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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眼鏡比較不容易沾到那些 像什麼霧氣什麼的 對 這不錯 來 Yumi 你來問一個 對 像我的話是很常買太多的乳衣跟日爽 真的 對 因為你知道中年輕的時候 你就會瘋狂的買 而且它都會有什麼門檻啊 滿額鎮啊什麼 然後你就會不自覺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買到後來我都回家都想說 我到底有幾個年可以用這些東西 然後沒多久又到了母親節 根本就都用不完啊 然後放著又很浪費 我就送給母親就好了 不行 所以有更高檔的 更頂級 媽媽看過期啊 妳臉也差不多過期 好可憐啊 好可憐啊 乳衣過期千萬不要丟掉 我有一個小妙招 不管是什麼樣的乳衣 你都可以插在木質的東西上面 比如說櫃子 木頭的櫃子 木頭的椅子 擦上去完全 超亮 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有油紙 然後但是你不能用太多 用薄薄的一層 擦上去之後 就會很明顯的 沒擦的地方是暗沉的 擦完之後是發亮的 我的臉霜啊 就擦臉的東西 過期以後 我拿來擦身體可以嗎 只要味道沒有改變就可以 對啊 因為有些是材質改變 有些是油水分離 味道 對 油水分離 如果說因為有一些乳液面霜 玫瑰會變橘子香 對 有可能 之前會 因為基本上所有的乳霜裡面 或面霜裡面都會有油脂 然後你這些油脂 如果變質氧化過了 你去聞味道 它會有點酸酸的味道 這樣子的話 盡量就不要使用在皮膚的接觸上面 那如果它的味道沒有變 然後只是說它是油水分開了 這樣其實是可以繼續用的 只是說你可能 在用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就是不要說擦太大量或什麼 老師那我請問一下 油水分開了 我要把油倒掉嗎 再用還是再把它攪一攪 基本上你可以攪一攪 然後可以拿來做敷的 或什麼都可以 不過最主要是那個油才是好的 對 真的喔 我每次都把油倒掉 對 滷液面霜裡面的油脂才是最好的 它也是貴在那些油脂 對 講那麼多 我們請Sam老師 實際操作給大家學好不好 好 歡迎Sam老師 今天就對大家 比如說像化妝水 或是像滷液或面霜過期 要怎麼樣子來利用使用它 它上面有油脂 你就已經跑出來了 出油的就不好 出油的 對 就已經有出油的這樣子 然後首先呢 我們先可以拿一個乾淨的碗 或隨便一個器皿 然後可以把這個滷液後面霜 先把它挖出來 挖出來之後 我們就直接加一點綠豆粉 綠豆粉 綠豆粉 對 然後直接把它弄出來 綠豆粉天然 綠豆粉 然後就把它調一調 這樣子呢 就可以拿來做去角質 綠豆粉 就可以做像很多女孩子可能穿高跟鞋 或是膝蓋比較黑 或關節 或是可能手肘這種地方 或手關節比較黑的地方 對 那比如說像膝蓋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把它直接拿 弄出來 然後我們就輕輕做按摩 哇 綠豆粉加過期的 雅安姐這樣洗老公不會生氣吧 不會啊 膝蓋還好啦 還好啦 OK了 老師至少比她帥 然後你會發現 綠豆粉它裡面的顆粒很天然 所以你就可以輕輕地按摩去 而且不刺激耶 對 一般我們去角質你一直搓會痛 可是老師這個是很溫和的 建議大家就可以用什麼 剛剛講到的過期的化妝水 對 你就直接噴上化妝棉 對 然後直接把它擦掉就好了 代替水這樣 對 了解 因為有些 因為雀鳥子丸是皮膚會變得更乾 對 看看多黑 哇 真的耶 這個是綠豆粉 你有沒有說我這麼髒嗎 而且兩個顏色就不一樣了 有 差很多 這裡好白喔 觸感就比較嫩 而且這邊膝蓋的那種 一條一條那種乾燥的狀況 就會減化很多 對 那其實這樣子完之後呢 還有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就是呢使用過期的護唇膏 過期的護唇膏 因為過期的護唇膏要怎麼去辨識呢 就是它聞起來味道完全改變了 對 然後我們就把過期的護唇膏拿出來 因為它有一點像凡士林的作用 對 然後就把它拿 就擠一點出來 擠這麼多 我們在哪裡 敷在我們關節處 那個關節 對 我很多東西喔 第一次吃這麼飽 而且啊 其實剛剛做的所有的動作 你可以在腳後跟手肘 手肘 對 或者是說 比較容易暗沉的地方 對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身上會有一些 以前不小心碰撞的小疤痕 對 你可以做輕輕的去腳趾之後 再去敷上過期的護唇膏 然後敷上來 對 拿一個保鮮膜 好講究喔 喔 封起來嗎 直接把它封起來 然後再把它封起來 這樣就可以保存很久了 等於是敷臉的意思嘛 對不對 食材啊 食材 今天放油膝 整體受死了 那我們先敷這樣 待會兒再來看 好 這樣要多久 你可以敷15到20分 其實你要敷久一點也沒關係 我們再教大家一個 因為是把麵霜拿出來 然後弄一點麵霜 過期的麵霜拿出來 剛剛是加綠豆粉 對 然後現在我們來調一點小蘇打粉 像一般球鞋下面不是都有一條白色這種 不是有這種白色膠條嗎 其實剛剛講到 牙刷也很好用 除了牙膏之外 因為有一些鞋子可能比較名貴 所以你會怕說可能太大力去去它的話 會容易弄壞的話 你可以用乳液或加上小蘇打粉 然後把它折上來 真的喔 你平常以為這樣子自己弄好嗎 我鞋子每一雙回到家 都會清乾淨才收到鞋櫃 真的假的 因為我是個人是對於鞋子是非常要 我看每次都是滿新的喔 要很乾淨的鞋子 然後把它搓一搓 有耶 很髒耶 你看 有沒有看皮到這邊也是白的 我的天啊 好白的我的皮 有有 也有的耶 我還沒擦掉喔 他好多喔 真的 真的 好白喔 天啊真的是白了 白了 這塊白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這不說 然後呢 還有就是如果說像化妝水跟乳液的話 你可以把它兩個加在一起 可以當潤髮乳跟護髮乳使用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然後拿下來就發現你的頭髮會非常非常的嫩 而且針對像那種 有染髮的頭髮比較容易粗糙的 也很有幫助 喔 這邊還有問題對不對 每次去週年慶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眉季啊 就是眼影一定要追顏色 而且去想說今天穿什麼顏色衣服要搭什麼 是的 然後所以就常常會買太多 那有時候上班太忙根本就沒有畫 就追很多 所以我現在家裡非常多 然後如果聽到限量 這個款式合著很漂亮 一定要買 顏色我有了 也是買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怎麼辦呢 一堆耶 有一些粉餅是不是 你可能用到旁邊會剩一點點對不對 那粉餅也可以拿來做利用 那我們請一個天團下來好 Maggie好 好 那我們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先選一個 你喜歡什麼 綠色嗎 好啊 綠色好 因為比較亮嘛 主流 然後就把綠色呢 比如說這是過期的 我們就直接把它刮下來 刮一點點就好 刮一點點就好 對 刮一點點就好 這樣子 刮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個 透明的指甲油 會亮的 指甲油 對 它是護甲油嗎 這是護甲油吧 這是指甲油 亮甲油 透明的 透明的亮甲油 亮甲油 亮甲油 我們要直接把它調一調 它融在裡面了 對 它就會很快速的融在裡面 真的耶 真的耶 哇 顏色變深了耶 嗯 對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呢 那個刷子借我一下 抱歉 謝謝 你頭插一個 好 那你要不要擦綠色的 不行 好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當 很漂亮的綠色的指甲油 好生氣喔 慘了吧 你的刷子都等一下 我還是有帶去光水 對 然後因為我 然後因為我把綠色調在一邊 好亮喔 好顯色喔 好特別的顏色 好生氣喔 就是 看 顏色就很漂亮 好顯色喔 好厲害 好看 這樣就有綠色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想要更厲害 你就可以準備一些亮粉 喔 好神奇喔 這很神 真的耶 對女生來講很棒 對 直接稍微調一下 會很神 會很神 對啊 指甲油一罐也要兩三百 應該是好玩吧 這真的是太神奇了 因為為什麼要教這個 因為像現在有很多人 他喜歡搭配服裝 搭配顏色 那你不見得說 你一套服裝就去買一瓶指甲油 對 指甲油好貴喔 對 那因為眼影可以調色 它可以互相調出你要的顏色 你就可以做搭配衣服的使用 然後你看 如果說你有加一點亮亮的 哇 很亮的 哇 畢業變就這個眼睛 可以跑他了 哇 有時候搭那個小型子 你看是不是跟外面賣的一模一樣 喔 好亮喔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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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在剛剛錄影前 我就已經幫他做完十隻手指頭 喔 對 可以打開 這麼取巧 對 這邊就是剛剛用眼影做出來的顏色 哇 無眼六色耶 就會有這是紅色 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是就是粉紅色眼影 這是水藍色眼影 這是紫色眼影 天啊 然後你看眼影做出來 乾掉就會就是呈現霧面的 對 那如果說你要亮晶晶 就可以加上亮粉 就會變亮面的 然後這個是用眼影做出來的 然後現在是不是大家很喜歡 覺得說你的膚色要白 對 所以你可以用粉餅 所以粉餅做出來的顏色就是裸色的 粉餅喔 好神奇喔 他太喜歡裸色的 對 就是有不同的色 其實像這個就是用修容做出來的 然後這個也是深的 然後這個就是用一般粉餅的顏色去做 裸色還不好買耶 這個真的耶 然後你如果這樣穿完之後 你想要有光澤感 就再把一層透明的擦上去 這個是好用 真的 是 好用好用 對 非常的方便 不過我們最後要看一下哪一層 對 膝蓋 還有牛肌 你會更好嗎 烏完了 好 我要看一下膝蓋 這樣連洗都不用洗耶 對啊 就直接把它拿起來 然後你也可以再用剛剛的 用水也可以啦 或者是用化妝麵 化妝水 化妝水會用水把它清乾淨 然後就把它擦乾淨 你會發現膝蓋的部分 有嫩耶 會變得非常的嫩 真的耶 真的好 好嫩喔 流鼓流 所以看來靈王的時候 就在那邊貼 對 還有手肘 對 女生很注重膝蓋 就是關節 或比較暗沉處 可以看一下兩邊來比較 有 佑莎 腦腿 這一個就這樣 亮白 你多學一起教 這怎麼感覺很悲慘 對啊 情趣 對啊 體貼 你看 加分 事實上也要一起學 我跟他一起學 所以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做出這樣子 好厲害 像今天我很多眼影 剛剛月娜說的 自己不一定買 可是人家會送你 對 怎麼辦 今天學到這個 你覺得這樣算一下 可以省多少錢 我覺得省的可超多了 因為剛剛我們芭花講的香水 如果你是名牌香水的話 動不動也是一千多塊起跳 乳液也是 如果是專櫃品牌的話 也是一千多塊起跳 更不要說 剛剛老師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什麼眼影 然後粉餅 其實這樣加起來 至少可以省三到四千塊以上 對 所以大家不要少看這些過期的東西 好好利用 真的就是一筆財富了 對 真的 OK 今天聊了這麼多 像我是媽媽 我很愛買好重食物 對不對 尤其是超市的時候 然後就在買一堆 可是常常會過期 那一般大家會擔心怎麼樣 拿起食物過期 來 請舉辦 小富貴 就是我很喜歡去Costco買那種牛奶 那有超大罐兩瓶一組 那總覺得早上一杯 睡前一杯很容易喝完 但從來沒有喝完過 然後有一點都放到過期 通常牛奶 就是稍微過期的話 加一點麵粉一比一的比例 可以附在你的這個 顏色手腕上面 它會有那種軟化角質的功用 會有去角質的功用 對 可以附在 還可以附在脖子上 什麼的 假如說你沒有 皮膚不是那麼敏感 不是很過敏的 附在臉上其實可以 因為牛奶本身 它過期的牛奶 會產生乳酸 對 反而會軟化你的角質 會滋潤你的皮膚這樣 再來 JESS 有時候想要裝賢惠 然後興師一來 做個蛋糕好了 做個小點心 然後就買麵粉 對 然後有時候買錯 然後又再去買別包 然後做了一次之後 失敗 信心喪失 然後麵粉就被我遺落了 所以常常加了一堆 很多麵粉 都不知道怎麼辦 看一些那種烹調出 對啊 就覺得自己想要變那樣 沒想要搞砸還分手 對 其實麵粉它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清潔劑 有時候我們煎魚什麼 那個瓦斯爐旁邊 不是都有油爆 會油膩的嗎 那你只要把麵粉撒在旁邊 然後就那個菜瓜布 或摸布這樣一刷掉 它所有的油膩都沒有了 我媽媽拿麵粉稀碗 對 麵粉稀碗 但是麵粉稀碗 最嫌疑 因為我們的水質優氧化 對 會不太好 可是你用那種方式有沒有 就把你的油的那種髒的東西 就可以把它帶過去了 這不錯 對 就可以省很多 像有時候我們在家裡 不是會炸一些東西 然後可能用的油很少 但是你不知道到底要倒掉 還是要倒哪裡 你倒排水管 排水管會堵塞 也會油 對 也會油 所以我通常都會用麵粉 把它倒進去之後 它整個會吸住油 油吸住之後你再丟垃圾 對 對啊 你就不用 還想說我的油到底要倒哪裡 對 那非常方便 不能到排水管 對 不能到排水管 排水管 那是蟑螂那些 對 所以你就拿過期的麵粉 把它加進去 它會吸油 吸了油之後 再用垃圾再把它綁起來 有這樣 像我的話 你剛剛講說蟑螂 我就用過期的麵粉做蟑螂藥 蟑螂藥 怎麼做 過期麵粉做蟑螂藥 對 因為不行麵粉 反正我們吃 有事情的話蟑螂吃就 無所謂給他吃 於是 對 反正 對 我們就只要加上 對 只要加上 對 因為麵粉本身就有 怎麼做 到底什麼蜜方可以讓土 對 麵粉本身就有凝結作用 它可以讓 剛才講說可以讓它變成麵糰 對 所以我們只要加 那蟑螂不是該不會做成蛋糕的形狀 對 跟餅乾的形狀 很高尷 該不會回來之後 你老婆直接拿來 好美味 就是說我們要加上 銅酸 還有洋蔥跟奶粉跟糖 然後再整個 因為洋蔥把它弄碎以後 水擠掉一部分的時候 洋蔥濕濕的 那濕濕會散開像沙一樣 你就必須用麵粉去把它抓成團 那時候你這個麵粉就很好用 差不多一杯的麵粉 可以大概有弄到20瓶的 那個房子的蟑螂藥可以做得到 對 那蟑螂吃這個為什麼會死 因為它有膨酸在裡面 老師裡面有加膨酸 對 那個什麼洋蔥奶粉跟糖 是吸引蟑螂過來的 他還想說把它餵得這麼營養 蟑螂奶粉糖 所以你要讓它營養 你就好一點的奶粉也可以 沙桑 像我個人是因為不太喜歡喝水 所以我都很喜歡買一些茶包 或者是甚至咖啡的這種 然後茶包又是因為現在 有很多很多口味 然後就喝一種口味 喝久了之後就會喝膩 所以就要不斷的買 像什麼草莓 或者什麼陰式紅茶 然後諸如此類的 然後重點是說 它每次一盒都是那種大概100包 或是甚至25包 像我現在大概有10種不同口味 堆在那裡之後 根本就是會喝不完會過期 那像咖啡這種的話也是 就是說什麼要自己泡 結果還是外面買得比較快 所以都會過期堆在那裡 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茶葉的話 像這種茶葉的話 我們通常茶葉它本身就有清潔效果 假如說你是茶包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把這個茶包 旁邊貼一個背膠 那個膠帶 雙面膠 你就貼到你的話筒上面 假如說我們家裡面有室內電話 或是公司的電話 它就會有除臭的功能 對 口水味就沒有 對 會沒有 完全是香香的 假如說你用完之後 有味道的茶葉壞掉的話 你就拿來當洗碗劑 那個洗結晶來 所以茶葉本身它就有去 洗碗 這茶包拿來洗碗 就直接洗碗 因為茶可以去油 對 它本身就有去油的效果在 所以你不要水果茶 因為水果茶沒有用 像一般的 像茶葉 對 茶葉的茶 什麼茶都可以 它本身就有去油的效果 這樣就滿好的 對 其實咖啡渣也非常非常的好用 因為像我自己是 咖啡喝的不多 可是我們家鄰居還有同學 他們超愛喝咖啡的 我就會跟他們求 那個咖啡渣能不能夠送我 因為那咖啡渣就是呢 它可以除一些 去除一些霉味 所以像我們的鞋櫃裡頭 其實夏天都會有一些攪錯味 但是如果你把咖啡渣放到鞋櫃裡頭 你會發現 整個鞋櫃變香了耶 就總比我們去買那個 花什麼80塊 100多塊去買那些芳香劑 來得有用太多 而且又環保 咖啡渣又可以一舉數得 那咖啡渣怎樣 就一杯擺在那兒嗎 對 一杯擺在那兒 就用一個碗 放進一些咖啡渣 你就放在那兒 那大概過了 像我自己大概是 一個月才換一次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很多 把咖啡渣曬乾 然後用絲襪包著 可以塞在鞋子裡面 沒有除色的功能 應該都有智慧過生活 我們是怎麼過生活 我一開始就說 我最容易犯的毛病 就是買太多麵包 對 快要過期的那種很多 對 因為吃不完 然後剛好一買 就出國去了 怎麼辦 食材浪費也很可惜 所以一開始買來 就應該有保鮮的方法 對 楊老師來教大家 好 我們最常過期的是什麼 是蔥 辛香料 對 很容易爛 對 很容易爛 所以辛香料有兩種 假如說你是在家裡面 有 就是說有在家裡面煮飯炒菜的話 通常我們的蔥 大概三到四天 就容易壞掉 對 我會希望假如說 你要快速弄它的話 就是說先全部洗好 因為很多人上下班的時候 上班族就是不好意思 炒菜其實很快 我們洗好的菜 直接放到鍋子裡面 因為一分鐘其實就炒好了 對不對 可是最討論是前面那個前置作業 你要洗菜 你要處理菜 對 所以乾脆你說一個禮拜洗一次菜 蔥也一樣 洗好了 你把它切好 然後這個 我們這叫做三明治保鮮法 就是一個保鮮盒 然後把餐巾紙 廚房紙巾放到這邊 洗好的菜 你不要切 青菜是不要切 蔥你可以這樣切 然後就放到這個上面 要乾的嗎 要全乾嗎 稍微乾一點 不要太濕 可是也可以撕也無所謂 但當然不能加水 就是一般我們洗好 就直接切好 然後就這樣把它蓋著它 這樣就像三明治一樣 這樣子放到冷藏 冷藏還是冷凍 冷藏 這樣只有七到八天的保鮮期 真的喔 所以青菜也是這樣子 青菜不要切 青菜直接洗乾淨就不要切 因為切它營養容易流失 不必冰成冰塊 這個是冷藏 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試過 最起碼菠菜比較不耐放的 可以有五天的時間 所以五天你回到家 隨時要燙青菜就可以吃得到 可是萬一說 你說這個七天我已經過了 還沒有吃完 我不會希望你在七天 在五天左右的時候 你就把它拿出來 怎麼樣 就放到我們的蜜蜂袋裡面 就直接把它倒到蜜蜂袋裡面 你可以把它充分兩段 一個是冷藏用 一個是冷凍用 暴力 像這樣 好 切得細一點 像這樣切好以後 我們就放到蜜蜂袋 保鮮袋 這樣子 這樣蜜蜂 然後把它鋪得平平的 放到冷凍 這樣吃了至少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 好久 兩個月到三個月 可是要記得炒菜的時候不能退冰 比方說你要炒蛋的時候 你就蛋打好 就把它拿出一塊 就放到蛋裡面 就這樣打一打 直接煎 對 你要煮麵有時候 我們像灑瓜乾麵 不是都是有放鬆嗎 你麵弄好以後 把這個拿出來 就放到碗裡面 就直接把麵放上去 這個火腿 我們常常有些到那個 什麼那個 Costco或什麼 去買 買了一大堆 對 可是太多你冷藏保存 容易壞對不對 那有時候 一凍起來就一整片一坨子 就很不好 所以我現在先介紹大家 這個是我們的烘焙紙 為什麼我不要用保鮮膜 因為你保鮮膜放下去的時候 它會黏在保鮮膜上面不好退冰 這烘焙紙有個好處是 它不會讓我們那個 那個保鮮膜碰到的話 會有塑化劑的成分存在 我們就杜絕這種成分的話 現在敢用那個烘焙紙 把你的這個培根 一個個這樣擺好 一個一個 這樣擺好 好 那你要用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片一片的 我老外常會有這樣 對 像這樣一片一片的 再這樣子這樣過來過去 就這樣直接對折 然後就放到我們的蜜蜂袋 蜜蜂袋 你剛剛講的吐司麵包 假如說你只是想要加熱的話 只是想要拿著麵包機烤的話 什麼都不要動 就直接塑膠袋 原封不動 趕快丟到冷凍庫 冷凍 冷凍 冰塊那裡 冰的 對 就是放冷凍那裡 因為它不會結凍 因為它是已經切好的 那我會建議大家 假如說你想說 你不要天天吃到吐司麵包 好煩 好膩 我會建議大家說 你假如在開始的時候 你就先把它處理好 那這樣的話 你下次上菜的時間會快很多 我們可以做法式吐司 法式吐司很簡單 就是把蛋打好 然後加一點點 牛奶 法式吐司加牛奶 這不是過期的 因為它會把整個 不能過期的 我都直接 我只有用蛋液而已 我也是用蛋液 我今天第一次看加牛奶 比較香嗎 就加1比1分量 假如說一個雞蛋 大概60公克 對 大概60公克 你大概也加60公克 左右的牛奶 然後把它打勻以後 大家可以這樣吃吃看 我覺得很好 很好用 你真不是媽媽 當然 俐落 好 我們把它放到一個平盤子上面 這樣擺的 吐司麵包把它這樣泡的 你開始就先這樣做好它 沾到我們蛋跟牛奶以後 當然你牛奶蛋你要加鹽加糖 隨便你 也是要用烘焙子 這麼好用 對 它可以取代我們的保鮮膜的 那個效果 就你先把它這樣放到烘焙子上面 濕濕的 濕濕的 就這樣子 就這樣沾兩片或三片 兩片這樣全部沾好 老師 那以你的用意是要直接這樣沾好 把它冰冰箱嗎 對 冰到冷凍庫 冰冷凍庫 對 像這樣子 你冰到這樣之後 這樣以後 這樣以後你就把它 可以被摺 因為想吃就直接拿出來 你就可以被摺 被摺以後你就放到我們的蜜蜂袋裡面 對 然後你想吃就直接放到平底鍋 加一點油就這樣煎了 不用退冰 好害喔 都省了 不用退冰 用小火煎就這樣放 這一隻土是不會壞掉 不會 可以擺到兩個月左右 兩片 好可怕 好酷 妳蠻聰明的 像這樣的方法 你隨時要吃法式吐司 真的 就很方便 而且我們常常在做法式吐司的時候 你想要吃兩片 可是打的蛋什麼 就好像要弄到很多片 對不對 就很麻煩 老師 你是我的救星 沒有 沒有沒事的買這個吐司 其實只用了兩三片 結果沒時間 就放了 對 還沒救完 還要在這 這招就很省了 不浪費麵包 對 還有一個 牛奶你剛剛講會過期 對 你不要等它過期才處理它 假如說 我們這個禮拜五過期 我們當然禮拜三 就開始處理它 對 你可以把它放到我們的製冰盒裡面 這樣子放到製冰盒裡面 就把它冰起來 就變成牛奶冰 那時候有時候你要打果汁的時候 牛奶什麼什麼 酪梨 什麼牛奶 就丟幾顆進去 好聰明 對啊 還有那個牛肉乳有沒有 牛肉乳 也會過期的 也是這樣子擺 那退冰的時候有沒有 就直接把它拿出來 就放到那個碗 對菠蘆這樣吹冰 就可以直接這樣喝 這樣就不會浪費 對 這樣就不會浪費 所以我們寧願不要用到過期 好厲害喔 我覺得其實很感動 就是台灣人太可怕 什麼環境 我們活得非常的好 對 這麼多奶了 有過期的東西 我們回到台湾 我們應該要說 好 有病 你有病 感谢观看